我求你别自作聪明 读点书识点字 便自明不坏 自以为看破人心 简直可笑 我从来不是什么 入见不平 辖科意识 救你 是因为你还要利用架势 货架评论书 可收到了 程大人的恩 收到了 你要是要谢我的话 大可不必 赵老婆和月银 如今在哪儿 奉金府大牢 他们什么罪 毕你月银 应对主人贺峰责罚 怀恨在心 来凶暴 赵明里收到月银的钱 续与杀人 都是死罪 出后出罪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想大人 绝不会失心于人 贺峰死于自杀 赵人死于贺家父母的毒手 才一夜之间 为何就黑白颠倒 指鹿为马了呢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情 到底是何人在包陪贺家 让你一个职场 批杀处的人 都讳莫如深 今日你必须得给 邱嫣一个答案 那你给我听好了 包庇贺家的人是我 为什么 因为贺家占了 朝廷心我不想得罪 之前是因为我一时心软 保诺你的性命 给我惹出多少乱子 之后我去到贺家调研 好没有迷和了关系 我不想再因为你 去冲撞他们 明白吗 不对 若梁大人害怕得罪贺家 那为何三番两侧来救我 若你想要拉拢贺家 那我开关的时候 你大可以告发我 贺家绑我上轿子 又要杀我灭口 你大都可以置之不理 可是梁大人你都没有 那是因为我要用你来查出真相 后来将近是个老资格 工兄大 辈分高 他和他的儿子向来不肯听我的话 但是今日之后就不一样了 你是说你用赵老婆和月盈的人命去做人情 准确地说这叫把柄 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可了解我吗 我劝你别自作聪明 读点书识点字 变自明不坏 你自以为看破人心 简直可笑 我从来不是什么 入见不平侠客意识 救你 是因为你还要利用架势 不是 只是你忘了 没有别的话请回过 你从何时起决定利用我 你开关之后 听你说贺峰死于毒杀的时候 那时候 你跟我说你去了静云安 你想要弥补你自己的过失 我竟被你骗得团团住 我说你很委屈吗 不 是很 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 我一样 没有 进宫给娘娘和首尉结果 我们从未见过 你很想象征 你尽不认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